2024年新手小白入坑PS5全攻略 从选购到畅玩一期视频教会你 先说选购阶段 第一,PS5购买版本的区别 老版本结实耐用 新版本体积小了一圈 重量也变轻了 硬盘容量增加到了1TB 光驱变成了可拆卸的 但是新老版本的性能是一样的 玩游戏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第二,国行、港版、日版 这么多版本应该怎么选择 和其他游戏机不一样的是 PS5的国行和非国行都各有优缺点 国行主机两年至宝 手柄一年至宝 但需要备份 日版和港版都是店铺保修 优点是可以直接登陆港服 第三,选择带光驱的 还是单纯的数字版本 作为入坑7年的老玩家告诉你 光驱版的体验更好 虽然两者价格相差不大 但是光驱版PS5既能玩实体版游戏 也能玩数字版游戏 第四,新手小白怎么入手最划算 对于新手小白来说 想要更低的尝试门槛 我推荐转转上的二手PS5 光驱版2200就能入手 比新款便宜了近三分之一 而数字版更是仅需要千元 橙色真心不错 转转上的手柄实际体验效果也很好 二手存在的风险 转转也都解决了 不仅是专人宴机 而且还赠送了一年质保和七天无理由 真的是让新手小白零门槛尝试了 第五,其他配件需要购买吗 对于新手小白而言 其实不需要购买太多的配件 先上手尝试最重要 硬盘可以等以后不够用了再加 加速盒子是玩联网游戏专用的 单机不用 第二只手柄和做充 也是要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来定 另外手柄和做充 各地区的版本是通用的 下面继续说PS5到手之后要做什么 第一件事就是注册港服账号 用自己的手机号和邮箱注册 这个账号十分重要 因为以后购买的数字版游戏 存档奖杯 甚至第三方账号的关联 像EA、动视暴雪、RK 都是和这个账号绑定的 国航机器需要找人帮忙备份一下 PS5到手后 第一个要玩的游戏 那就是宇宙机器人 免费的 大家好好享受一下PS5手柄的魅力吧 PS商店还有很多免费游戏和试玩版 不花钱随便下版 建议大家买个二档会员 里面有很多经典大作 比如对马岛、战神4、神秘海域4、大表格2、蜘蛛侠 二档会员如果有活动建议买一年 如果没活动可以买一个月 主要是为了先体验一下PS游戏是什么感觉 如果会员库里边没有的游戏 特别是新作建议买光盘 不好玩或者通关了还能出掉灰血 以上内容主要是给新手玩家朋友做参考 欢迎大家补充